大家好,又到大師五間教路 之前港股年升六日就抽到3156的水平 很快兩日就回到30800 當然,技術上其實沒有一個大啟示 因為升了1700點,回到88點 調整一半也很正常 但是升了1700點,是由高位跌了3-4000點 彈上去,這又是一個很正常的反彈 所以又不覺得是一個特別的破位突破 當然,市場大部分人看到三角形 下的三角形在底部,然後向上突破 是,這是一個向上破位 但是這個破位又擺脫不了2-3-4月 所製造出來的橫行區,頂部31800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上落市的格局 圖就一定看不到 接著上去繼續上破還是下破 而夾上來31600點 基本上每一天都是用一個裂口 用勁價抹上來 那又不可以作得準完全相信 唯有看周圍的環境 很簡單 一夜之隔 就將過去的一個多星期 升的因素 一下子就回頭 打回頭 金正恩 今天取消了跟南韓的會面 接著有機會就說 跟特朗普的朝美會面取消 中美貿易戰那裏 那裏 今天參議院裏面少數黨的領袖 舒寧 聯同民主黨的議員 一起聯署白宮 就說如果特朗普放鬆中興事件 就違反了競選所說美國優先的承諾 即是說在國會上是遇到壓力的了 所以我都說這些 爭鬧政治的談判 不會這麼快解決的 因為始終 雙方的領導都會受內地 他們本身國內的反對勢力 所去左右 還有一件事很奧妙 上次出好消息說 幾個月前說 金正恩會見特朗普 有這個決定之前 是先去北京訪問 見了習近平主席 好了 這一次也是 上個星期見完習主席之後 接著現在就取消 跟南韓會面 跟美國會面 很明顯 大家經常說 特朗普搞定了北韓 跟著飛起了中國 其實我覺得 如果從這樣去看 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所以要留意這個因素 地緣政治環境 中美貿易的談判 還有最重要的是 就算被你們解決了中興事件 解決了北韓事件 不要說解決了 大家和解繼續有好消息 代表事沒有事嗎 真正的重點在於那個息口 美國加息 知息率上升 港匯疲約 接著就是香港的拆息上升 大家看到今早 那些本地銀行股全部倒閉 那什麼原因 當然 息差在收窄 如果銀行一天不加息 息差就會繼續進一步收窄 因為他們已經開始要加定期存款的利率 好了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說 香港加息的速度會不會快出現呢 以他現在收窄的十幾二十個節 怎麼指 基本上 你這下要加一個優惠利率 可能很快就會出現 否則銀行股也會有壓力 所以你說對港股來計 不要釣意輕心 先當著上落市 抽高的時間 好像全世界打落 好消息的時間 那天就走一走貨 或者鼓一鼓 下來 一吹到悲觀的時間 你就平一平淡倉 買不買貨 我不知道 我始終覺得這些環境 不能進取 我就不建議大家加注去買貨